Hello,大家好,我是羽毛,為大家介紹三星S9的ARP的功能 那ARP的功能是三星在這一次先做出來的一個輸功能 那我會各位來示範一下,做這個功能很簡單,你只要把它切住你的 然後在這個地方上面有一個ARP,你選到這個地方就可以開始試做 然後呢,先點建立虛擬人偶 建立虛擬人偶,這邊會出現一個框 那我們先來直接用我自己來示範一次 對著自己,點一下拍照 等一下拍照之後,在這個地方可以選擇性能,選擇男生 下一步,這個跑完一圈之後,ARP就直接做完了 好,就直接做完了 好,有沒有,然後再來這邊,它有兩種模式可以選擇 一種是比較接近真實的,另外一種是比較卡通版 看你喜歡哪一種功能,都可以選 那因為製作過程很快,所以你也可以兩個都製作 等一下來做真實的,等一下來做卡通版就可以 好,那我先做真實的 然後呢,這下面就選擇髮色 然後選擇自己的髮型 那再來是選擇自己的眼睛配件 好,那我自己是這個造型 我再選擇一圈,那我先選擇這一塊一圈 好,它有很多配件 它有點像Wii的那個,那個 Wii不是有一個卡通人偶 對,它就有點像那種功能 好,再來是按確定 好,確定 那在這一瞬間 我的ARP圖就已經做完了 那之後啊,我如果在臉書上 想要聊天的話,我可以用自己的ARP圖 它在這一瞬間 它就已經出現了這一套ARP圖 有沒有,這就是剛剛直接 一瞬間就做好了 這個功能就跟 Apple的跟Sony的就很不一樣 它可以直接放入圖片裡的話 屬於自己的動態貼圖 ARP圖除了在臉書上啊 發那個ARP圖實用之外 它也可以拿來當作補水印 比如說像我之前我有拍攝一些影片 那我就可以直接使用這個影片 然後來選擇編輯工具 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選擇我剛剛拍攝的這一套ARP圖 來當作我自己的補水印 加在任何地方 這樣子就是屬於我自己的專屬影片檔 這個就可以當作我補水印使用 然後呢,除了自己的虛擬人偶之外 那你可以用內建的3D虛擬人偶 比如說兔子、機器人或者是貓 來錄製自己的一段不想露臉的影片 比如說有些人在情人節 想要錄一段讓他們告白 可是你又害怕露臉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錄製一段影片 來講自己想講話 那除了這個三個內建的卡通圖案之外 它三星還有跟迪士尼合作 還有做了米奇、米泥、糖老鴨 這三種 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三星的S9的ARP圖功能 那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去門市打玩看看 那我覺得這功能很有趣 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大家 沒關係 我們應該謝謝 Burns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